老板好 你好柳大姐 你有什么事吗 啊 是这样的老板 我来咱们公司一个月了 昨天去财务领工资的时候 他们给我少算了两天 他说这两天 下个月才给我发呢 这老板 我也没有其他的意思 我就怕他们下个月 给我忘记了 没事的柳大姐 这个啊 确实是他们的失误 等一会儿 我跟他们说一声 一定给您补上 谢谢 小凡 你让主经理来探务班军事 好的 苏总 苏总 你找我呀 我问你 宝洁的那个柳大姐 你是不是给人家少算工资了 是啊 我已经和她解释过了 下个月发工资的时候 我给她补上 什么 下个月补发 说了下个月给她补发 这个人怎么这样呀 发现问题一定要及时纠正 你都知道少给人家 发了两天的工资 为什么 要等到下个月不发呢 你说的对 是我们促行大义了 你要知道换位思潮 你是财务又是经理 你的工资要比他们招的很多 他们呀 只是基层人员 他们的工资就只有那么一点 这两天的工资对你来说没什么 可是对于他们来说很重要 有了问题 不及时纠正 非要等到下个月 那他们会不会再想 这个月公司给我少发了两天的工资 那下个月会不会又会少发呢 他整天惦记这个事情 还怎么能好好工作呢 人家刚来一个月就出现这样的问题 他以后会不会想 这家公司会拖欠员中的工资呢 其实呀 我们并没有这么想 但是 我们的做法不能让别人有所助力 老板 你说的没错 可是咱们公司有制度呀 一旦工资有问题 都是下个月补发呀 你怎么这么死板呀 制度是死的 但人是活的 你赶紧把柳大姐的工资给人家发了 好的 读读 老同学 我终于等到你了 小慧 你怎么在这里呀 我公司破产了 最佳的人天天躲我家门口 舒畅 你能不能借我点钱呀 你需要多少钱 也不多 就三十个 一个月 一个月我保证还给你 我这里有五十万 暂时先不用 给你先印几吧 密码是后六位 行 谢谢你 真是太谢谢你了 改天我有时间了 我请你吃饭 我先走了 喂 小弟 姐 咱妈出医院进医院了 可是医院急需用钱做手术呢 我一个人可怎么办呀 你先别急 照顾好咱妈 我来想办法 喂 小慧 我现在急用钱 你能把之前借我的那五十万还给我吗 我能差你那点钱吗 这不最近 我手头有点紧 还我两天 过两天有钱 就给你了 不是 你多多少手 喂 喂 曼曼 我这两天 刚换了辆新车 一会儿没事儿呀 和我出去庆祝一下 哎呀 韩瘦慧姐霸气 哎 苏姐 你怎么来了 来也不提前跟我说 我好去接你啊 来 坐下喝茶 联系你 我怎么联系你 你都把我拉黑了 啊 可能是我手机没电了吧 我怎么会是那样的人呀 你用我的钱都一年了 是不是该还我了 哎呀 你咋不早说呢 我前两天刚投制了个新项目 现在手里没钱 我家里刚出了点意外 我现在急需要用这笔钱 那这样吧 过两天 我有钱了 给你送过去 我是真的要急用 现在就用 不就欠你那点钱吗 至于你比我这么紧吗 行小会 我是把你当朋友 当初看你落难 才借钱给你用的 行啊 不要啰嗦了 不就借你那点钱吗 给给给 给你 欠债还钱 天经地义 如果我今天不来的话 你是不是要一直把我拉黑 钱我都给你了 你说那么多 还有意思吗 行小会 我告诉你 做人做事是要讲诚信的 我当初借你钱 是让你翻身的 不是让你给我翻脸的 我只有一时看到 她的爱 随于口的伤 阿姨 你好 哎 你好 我是骨子的女朋友 我叫苏畅 啊 快坐下 我给你们做饭去 阿姨 您快坐下 听骨子说 您的身体不太好 还是我来坐吧 你第一次来 哪能让你去做饭呢 阿姨 没事的 您把我当自己人就好 还是我去吧 骨子 快去帮帮忙 哎 阿姨 快吃饭吧 哎 你也吃 闺女 苏畅 咱们的婚事 你和你爸妈说了没 我说了 我爸妈说 想最近约个时间 咱们一起见个面 其实也就是一些彩礼 房子 车子什么的 那你爸妈准备要多少彩礼 我爸妈不管 他们说 让我自己订 闺女 那你准备要多少呢 阿姨 我要两百就够了 我可没空 一边呆着去 哎 这都什么年代了 肯定是个骗子 小心啊 被骗了 阿姨 我不是骗子 您给我留着电话 我一定会报答您的 嘘 阿姨 相信你 我这里只有两百 来 你先拿着 阿姨 我一定会报答您的 阿姨 我一定会报答您的 原来 你就是那个大学生 苏草 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之前在你手机里 无一发现你和阿姨的合照 才知道 阿姨就是我当年找的恩人 阿姨 您的恩情 我永生难忘 您无私的帮助 给了我莫大的温暖和感动 您时刻提醒着我 做一个善良的人 滴水之恩 当涌泉相报 我很庆幸 能再次遇见您 也很感谢您 把骨子培养得这么优秀 以后 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我和骨子一定会好好孝顺您的 在飞人之下 在飞人之下 以为忘了的家 在耳里说话 叫我别反省的那些 痛鱼帮 哦 半路上的我 穿上回